國際馬拉松比賽在這裡比賽 現在有非常選手 我們說這個華東的所謂 像這個大型華東的補給站 缺水 不少人去接種水來喝 現在還有中台發問到這個問題 讓參加的人很失望 這是設施的華年紀行的 太陸國國際馬拉松比賽 一萬五千的拋車在台北面穿了後 享受在國家公園來走的自離 不過一些拋車 遭到補給站的時候 發現無水可以喝 這幾糕這麼一報名火怎麼會連水就沒有 發生什麼事情了 沒水 發封水 發封水 都沒有水 超級爛的 超級爛的 就是幾乎現場 那時候我到的時候現場的人 完全都沒有水 然後我們就問說還有沒有水 然後都說沒有 保問拋這個人會很巨大 剛才可以接路邊的雙雙水喝 不過團車有人登場後勾勞 另外補給站的數碗 這個也不夠 還有日後你會發十二公里的種白問題 面對普平 主辦當然說是蘋果天氣出貨 無積水不過是我們評估錯誤 其實主意的原因 當跑得把那個水龍頭打開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大漿水 他們打開的時候就那個就沉水 但是後面就沒有關 造成水的得主率比較高 雖然泰國國際也很爽 本來是電話民國路跑學會生班 不過華聯官政府在日空一數年收費資產後 由華聯官提供會生班 保育的問題一直給人批評 我感到這期管政府生班能力 我們在這邊嚴正的請花蓮縣政府要來思考跟評估 如果沒有能力來辦理這麼大型的國際賽事 就應該把這個主權還給專責的專業的團體來辦理 華聯官提供會說不會三票機制 已經調開檢討會 前對保育不就這個創侯 提出改進 並且把國保育 暫無會補總統的作緣態度 反到中白的會補強給專手 並且向保命的拋架會失禮 記者綜合報導